智利政府4号公布 智利中部瓦尔帕莱索大区 近日发生的森林火灾 已经造成了112人死亡 另外有数百人失踪 智利总统波里奇 当天早些时候前往受灾地区进行视察 并且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他说这场火灾是2010年8.8级大地震以来 智利发生的最严重的灾难 而遇难者的人数还将会大幅的增长 政府将从5号起为遇难者 举行为期两天的全国哀悼 伯利奇表示 当务之急是拯救生命和控制火事